30岁勞工被诊断癌末 他第一句话让医师心痛 这是一张肺癌末期的X光照 而病患还只是一位才30岁的年轻男性 然而诊断出这重症的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扬明院区 胸腔重症医师孙一峰 却感叹地写下 他要安排病患隔天在门诊时 没想到病患却回他 要跟公司请假才行 不影响工作才能来看 让苏伊峰震惊又不舍 这位患者已有两颗肿瘤 生命都在倒数计时了 却还在想着工作 不禁替他感叹 被诊断绝症的那一天 最该罢工的人是你啊